一开始也是很挣扎要不要来 没有很大可是有挣扎一点 因为看到是长时间三个月的training 然后这个training可以说是我第一个 真的是很认真很full time的去join的一个training 所以呢我在13岁的时候已经是参加了 拼拜战美团队 后来就预约 越事奉越久 然后慢慢下来很多年 然后开始读中学读大学 也会开始的就是觉得自己开始麻木掉了 开始沉下来 然后觉得自己的技巧就是在那边 就是stop在那边 也不懂要怎样去进步自己 我个人认为怎样都要有一个真人来教我 然后来 你现在有看youtube 看tutorial那些video 所以透过也是透过教育人介绍的 然后facebook看到 最后我也是决定来了 所有的老师都是蛮能力性的 然后有 有人上一些theory 还有我特别要谢谢stella老师 因为 我觉得 自己总是要谦卑下来来学习 因为异商还有异商高 来到这边然后看到 看到他过后 然后我就觉得 哇这样这样给你的 然后就刺激我 想要更加的去学习 因为之前那个 心已经drop了 已经没有心了 所以我觉得 时间变得很好 然后我就刚刚毕业 用休息的时间来参加 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生的安排 感谢 晚安 祝你